排练场 小豆豆端端正正地走着 牧羊犬洛基也规规矩矩地走着 偶尔抬头看看小豆豆的脸 每当出现这种情形 他们一定是要去爸爸的排练场偷看 平时小豆豆总是匆匆忙忙地跑来跑去 或者东张西望地走来走去 仿佛掉了什么东西似的 再不然就是钻过别人家的一个个院子 在篱笆那里拱来拱去 总之没有闲下来的时候 所以像现在这样端端正正地走路 着实十分稀罕 一旦小豆豆摆出这个样子 知情人一看就明白 要去排练场了吧 从小豆豆的家走到排练场 只有五分钟的路程 小豆豆的爸爸是乐团的首席小提琴手 说到首席小提琴手 自然是拉小提琴的了 不过让小豆豆感到有趣的是 有一次他被带去看爸爸他们乐团的演奏会 演奏结束时观众们都鼓起掌来 这时满头大汗的指挥叔叔转身面向观众 他走下指挥席 立刻同小豆豆的爸爸握手 小豆豆的爸爸坐在离指挥席最近的乐席上 当爸爸站起来之后 整个乐团的成员一起站了起来 小豆豆小声问道 为什么要和爸爸握手呢 妈妈告诉他 因为爸爸他们努力地演出 指挥和爸爸握手 是要爸爸代表整个乐团 接受他向乐团的所有人表示感谢 小豆豆很喜欢排练场 因为在学校里看到的都是孩子 这里却集中了好多大人 而且大人们都拿着各种乐器演奏音乐 另外乐团指挥罗切斯托克先生的日本话 讲得有趣极了 罗切斯托克先生的全名是约瑟夫罗切斯托克 他是欧洲非常有名的指挥家 但是因为有个叫希特勒的人 做了很可怕的事 罗切斯托克先生 为了能够继续自己的音乐事业 只好逃离欧洲来到了遥远的日本 这些都是爸爸告诉小豆豆的 爸爸说自己非常尊敬罗切斯托克先生 小豆豆还不能理解国际上的局势变化 实际上那时候希特勒已经开始迫害犹太人 如果没有这一系列的变化 罗切斯托克先生不可能到日本来 那么山田耕作先生所创立的这个乐团 也就不可能在这位世界级指挥家的指导之下 迅速的发展起来了 罗切斯托克先生以欧洲第一乐团的演奏水平 来要求日本交响乐团 正因为如此 罗切斯托克先生经常在排练结束的时候 流着眼泪说 我这么努力 但是你们乐团却不肯合作 每当这个时候 大提琴家斋藤秀雄 就会代表大家向他解释 斋藤先生是罗切斯托克先生休息时候的代理指挥 他的德语也是最好的 大家都在拼命努力 希望能够演奏好 但是我们的技术还不行 绝对不是故意不肯配合 斋藤先生就这样来传达大家的心情 安慰罗切斯托克先生 小豆豆虽然不知道其中的原委 但他有时候会看到罗切斯托克先生发怒 先生的脸胀得通红 头上仿佛要冒出蒸汽来 用外国话大声喊着什么 本来小豆豆都是用手托着塞 从一个固定的窗口往里面看 一遇到罗切斯托克先生发怒 他就赶紧把头从窗口缩回去 和洛基一起蹲在地上 屏住呼吸 静悄悄地等待音乐重新响起 不过 罗切斯托克先生平日里总是非常和气 日本话也说得有趣极了 当大家演奏得很好的时候 他会说 黑柳先生非常棒 或者是精彩极了 小豆豆从来没有进过排练场 他喜欢从窗口往里面张望 一边听着音乐 所以当休息的时候 大家都外面抽烟 爸爸经常会发现 啊是豆豆主 你也来了 罗切斯托克先生看到小豆豆的时候 会对他说 早上好 或者是你好 虽然小豆豆已经长大了些 但罗切斯托克先生还是像他小时候那样 把小豆豆抱起来 和他贴一贴脸 小豆豆有点害羞 但是非常喜欢罗切斯托克先生 先生戴着细细的银边眼镜 鼻梁高高的 个子矮矮的 他优雅俊美 一看就知道是一位了不起的艺术家 从洗足池方向吹来的风 把排练场的音乐送到很远的地方 不时的里面还夹洒着卖金鱼人的 金鱼金鱼的叫卖声 总之 小豆豆非常喜欢这座有西洋风格的排练场 小豆豆